甲看到年僅17歲的高三學生怡炳在路上遊蕩 那就像兩人表示只要答應他 他的請求就可以招待他們到處遊玩 那就在 怡炳兩人同一下來把怡炳兩人同一把畫一下 三人就結伴到台灣各地去旅遊數月 那怡炳兩人分別在甲的請求向志願與甲發生性關係 來把志願發生性關係把它畫一下 好那怡炳兩人的 家長在怡炳沒有回家 當晚就報警請求協助尋找兩人 好那 問甲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 好那 第一開始可能我們一樣先從 個人法醫裡面先去討論吧 因為裡面可能會涉及的是自由裡面的 生命沒有嘛 財產沒有嘛 那就是自由 自由裡面可能是 性自主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題目 可能 會想要因為他是志願所以 原本上可能沒有強制 性交的問題 那可能就是討論227條 可是227條他是怎麼樣 他限於是 會滿 16歲 OK這個題目他告訴你說他已經滿 17了所以 原本上我們還是把他討論一下 原本上就是假對乙的部分 所以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 個人法醫嘛 那原本上 而且他是分別 去做這樣的請求 所以我們原本上我們會分別去討論他 那 那 本上他是 以 17歲以發生性行為 那 原本上227條 三項他 規範的是 會滿 16歲的 資人吧對不對 所以 在 刑法上他是怎麼樣 具有完全的 性同意能力 資人吧 OK 所以 他的同意原本上就是有效 所以他沒有怎麼樣 侵害 身心 健康 自發展 OK 沒有侵害他的身體健康發展 所以原本上 他不會沉醉 那 丙的部分原本上兩個都是17歲嘛 所以原本上 跟他一樣 你是227三項他是限於是 會滿16 好 所以 那個 性 性自主的部分原本上他不會沉醉 那後面的話要討論是 那 340條 三項所謂的 意圖性交 和優的部分 OK 那 原本上 之前那有跟大家講說在 這個條裡面可能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和優跟掠優的 區別那時候有跟大家講說詐欺是不是 是和優還掠優 是掠優 OK 好 這題目原本上他沒有討論到這個部分但是原本上 會比較重要的是來你們麻煩 看一下那個 我們給你那個關鍵字那一張 那 看一下背面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所謂食物件也就是討論是241跟 298的 應用的 區分的方 應用的方式 那原則上 依據食物件也是怎麼樣 如果他是已經已滿 20 或者 未滿20但是已結婚 或是未滿20但是 也沒有結婚但是他也沒有 監督全人的婦女的話原則上他是要用 298條 那 241條 的話 得對的優的話原則上他是 他是 原則上 他是 只有在有監督全人的狀況下 那 241條跟 240條 只要 一個是合右 一個是月右 OK 原則上 我們會知道說 240條 回來這邊 題目的話 原則上 240條 我們這邊原則上也是限於 未滿20 OK 那 所以這個題目原則上他是 他是17 所以原則上 會有承認這個罪的 部分 這邊會 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那 假以招待遊玩的方式說服未滿20歲的飲 和他繞住遊玩 那 是以 怎麼樣 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和右手段時期脫離家庭 OK 那 會有一個問題說那 可是問題已有同意啊 有沒有被愛人承諾 不會為什麼 因為 240條他的 侵害 法醫是什麼 是父母或是其他監督權的監督權 OK所以原則上 是誰可以同意 是 爸媽或者是 有監督權的 但是注意喔 如果你是有 所謂的意圖性教會怎麼樣 原則上 學生界的人會有人說這原則上 縱使有 父母同意也 不可以 OK 這要稍微注意 好那 所以他原則上他已經形成已的 父母的監督權的破壞 OK那主觀上 民視球又起來還有 由於其 由於被誘人性教的意圖 有OK 那 違法卻偶者生意本身 秉的部分原則上也是一樣 那原則上就是 他原則上已經 侵害了 就是父母的監督權 人的監督權 OK 那 所以 一樣 主觀上 明知 結合 遇 故意 而且有 那個 信教的意圖嘛 違法卻偶者 好 那 這是第2題的部分 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那會比較重要的話會是下面一題 一題一題的部分 好 第1題的部分是就是重力嘛 那重力以前原則上就是 根本不會有人想要去教他 沒有想到呢 就是修法對不對 就一修法就變得 就是 很像蠻重要的 那104年就考了嘛 在 這個題目裡面原則上我 引了比較多實務見解 那原則上是也是讓大家看一下說 針對這種重力稅 你們 會 可能會 因為 以前念書也比較少 少看到嘛 所以 這時候就是 補一些實務見解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條文 什麼操作 那原則上 重力稅的要件有兩個 好 先看一下題目 下 那經營地下前裝嘛 以險高於 銀行利息的借貸方式 來把險高於銀行利息的借貸方法畫一下 好 借貸他人金錢獲取暴利 OK那A 因為呢 沉迷賭博而欠大筆賭債 不得 以降假 借款 新來幣100萬元 然後 假 屢次向A吹債不成 來吧 這個 屢次向A吹債不成把它畫一下 打個星號 OK 這句話某種程度是暗示你一件事情是說 假 你一開始前面會覺得假這個人太可惡了他怎麼樣 他進行地下錢裝然後 借款然後收取 要獲取暴利嘛 然後借100萬給A嘛 可是問題是 他從頭到底有沒有拿到那些錢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OK 因為他屢次吹債不成嘛 所以他怎麼樣交代公司員工倚秉怎麼樣 每日尾隨他嘛 OK然後在外站崗這樣子 OK 那造成A新任意所以他就 報警處理 那好 那這樣 這個問題 假倚秉秉 要如何論出 好 假他怎麼樣 趁 一開始我們先討論是他放款 這個動作嘛對不對 100萬的部分 那 提供顯高於 那個 銀行利息的借貸 那 會不會成三 344條 重利罪 好 我們開始我們先討論是說那重利罪他要件有哪 哪些 來這邊有兩個 要件 一個是什麼 蹭人擊破 清帥無經驗然後取得 與原本顯不相當的重利來把 這兩個把它劃一下 打個信號 好這個 這原本上是一個判例 這個判例有針對這兩個要件做 說明 OK 針對第一個所謂的 蹭人 擊破清帥無經驗他是怎麼樣 只明知他能處於 擊破清帥無經驗而利用即會固為 待遇的行為 那第二個所謂的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的 那個重利是指 原本利息 其核算 或者 參著當地的經濟狀況 較之一般 債務的利息先有特殊的超額 而言 也就是說 在這個 判例裡面他其實告訴你的是什麼 是個案判斷他並不是說一定高於銀行他就一定 一定就是 重利OK他是要個案去判斷而且 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他竟然要求是蹭人清算 擊破清帥無經驗 代表什麼假設今天 我 明明知道這個 錢莊他提供的這個利息就是叫銀行高 但是他 其實基本上並沒有經濟上擊破的狀況 他其實很有錢只是他 他 覺得 一時 需要急用錢 或是說 也許沒有到擊破的時候 只是可能 等一下要 要 買個東西 那 去 做個 有些是可能去當付 或是借個錢這樣子 那原來上 如果他實際上並沒有經濟上的擊破危機的話 他 捨去向那個 銀行深貸而是向 願意支付較高的利息 去向這個所謂的 行為人 做借款的動作 這只是屬於什麼 去